就是因為夏小平的職業 讓他相信 如果在殺人之後 對被害人做一些事情 就不會被冤魂糾纏了 他的同伙聽了他的話照做了 但還是逃不過良心的譴責 每天晚上都被鬼壓身 直到落網才能解脫 隨著夏小平跟共犯陸續盜案 這個讓警方頭痛不已的治安毒瘤 終於被摘除了 那一陣子破了這個案子 真的是社會整個治安就影響下來 不然真的開名車的人 真的是在路上都要非常小心 夏小平集團瓦解了 他們的凶殘程度 從當時候的報章媒體的報導 可見端倪 他們有罪惡感 他跟陳欣欣一樣 他把他除罪化 合理化 他就是那種人 Psychologist 講案情的說法 他也是神色之弱 我就在那裡 怎麼抓到一個人 怎麼就代表了 一般人說 他很怕什麼人 怎麼搞的 我真的是失守 人家在地區 這麼堅持 一般人大多會有測影之心 但是在檢警嚴禮 年僅31歲的夏小平 冷血的程度超乎他們想像 曾經跟夏小平交手過的 專案小組成員告訴我們 夏小平從小的家境並不好 為了錢 才會走上這條不歸路 我在南陀中新新村的虎山路 這裡是夏小平的老家 而且他們住那個 就是列是中新新村的宿舍一樣 很愛小 其實夏小平 他家裡的環境非常的不好 然後從小 他就是跟他媽媽還有一個弟弟 就是相依為命 夏小平的爸爸早逝 身為大哥 他兄弟父職 國小畢業 他就出來賺錢了 高中也只念了一年 就不念了 年僅156歲的夏小平 開始小案不斷 直至成年後 他因為竊盜案被捕 入獄留下了前科 這個前科 就像是個甩不掉的印記 找不到好工作的他 在朋友的介紹下 當起了偷工啊 舉凡替往生者入戀 化妝清洗大體 他都做 工作雖然辛苦 但只要肯好好做 一天的收入也不少 他不知道要去拚 不然要去做偷工啊 做偷工是驚人做啊 替死人化妝錢比較多啊 他那時候家公園 他為一窟一千啊 他算要拿 市價洗大體啦 當大體 每個一天洗 六七個 七八個 一天就賺七八千塊 但錢多舊花多 夏小平花錢沒有節制 平時他總跑電玩店去殺時間 他與國中同學吳相偉關係很好 吳相偉在汽車廠當外務員 但是他好度誠信 挪用工盤輸了好幾百萬 夏小平呢一開始沒有缺那麼多的時候呢 他也不願意跟他去做這些殺人放火的事情 可是吳相偉就帶了他去玩電的玩具 玩了輪盤之後呢 兩個那是一年吳相偉輸光了錢 把公司的錢都虧空了 然後夏小平呢也是把自己賺的錢都給輸掉了 這個是夏小平嘛 這個曹昆山啊 這個是吳相偉啊 主要是這四個人 對 他們的幾款總成員大概就這幾個 這四個圍住對不對 就是四個 他們都是因為是同久在間 大家變成以後患難的好朋友 所以有時候進去看守所建議出來 他變成一個綿綿 他身邊的都是跟他同伙 曹昆山這些人吸毒啊什麼的 他們都是一起在做壞事 所以呢他們的同溫層啊 我覺得他們根本不覺得自己在做壞事 他們把他當成一個事業在做 一九九二年三月一號 夏小平因為跟同業李金堆有些不愉快 懷恨在心 李金堆他本身是在上一社開林車的 然後他在做化妝師 所以他們之間有產生一點宴席 所以就教授吳相偉跟吳明吉兩個人 說李金堆那天去喝喜酒 然後晚上回來會經過這一條路 我們在這條路把他攔下來就把他打死 這是夏小平集團取的第一條命 也是開啟夏小平殺戮的開端 殺死李金堆後 他們還將現場佈置成車禍意外 當時李金堆的死也已車禍結案 若不是夏小平親口說出 根本不會有人知道李金堆的死亡之謎 但是讓人不敢置信的是 當李金堆的妻子 事後到警察局製作筆錄時 才發現當初替他丈夫辦理後事的偷公啊 就是夏小平 他主動來幫他說 來我幫你錄鏈 我幫你穿受衣 我們有同事之宜嘛 然後還幫他重新的化妝 那個時候李金堆的太太 還非常的感謝他 因為你在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心裡比較亂 然後夏小平這個偷公啊 他知道這個流程 然後最後呢 太太因為感謝他 李金堆的太太 還包了一個紅包給他 我記得我在問比率的時候 我們小隊長也在問他說 你怎麼這麼錢還賺得到 他說那也沒什麼啊 那也沒什麼 這就是夏小平對一條人命的態度 當偷公啊的他面對死亡 他早就習以為常 這是夏小平殺人的起點 因為跟同業心有怨氣 他可以取得一條命 賺取死人錢 他都無所謂 儘管當偷公啊 收入不差 但是他不滿足 這樣賺錢太慢了 他心裡想的是 只要幹一票大的 不僅能把債務還完 還能用這筆錢結婚生子 過好日子 於是他挑上了張小弟 張小妹 王姓廖姓 兩名商人 還有另外兩名 找不到屍體身份的 不知名被害人 算一算七條人命 難道他們都不怕嗎 夏小平因為他本身 是做偷公啊 所以他很信這一套 只要被他綁得被害人 他要殺害之前 他會把他的衣服全部投光 然後眼睛用膠蓋把它蒙著 然後手腳還用繩子把它綁著 他說 下心落體 他幫他寫出來 頂人 把這奧妹 你也看不看不看不看是什麼人 你腳手擺著你也不會聽到 所以他們都使用這種方式在犯案 專案小組說 就在他們逮捕夏小平之後 他們曾經到夏小平的家中 進行採證 當時候他們注意到了 夏小平家裡的客廳有一塊白板 上頭寫滿了字 靠近客廳 在客廳那邊 客廳一般是客人坐的 在往裡面就寫在那邊 他怕忘記 白板上有名字日期還有地點 專案小組原本還以為 這是夏小平當偷公啊時的案主資料 但定睛一看才發現不對勁 上頭洋洋灑灑一筆筆的記錄 都是被害人 每殺過一個人 他還記錄他的白板上 幾年幾月幾日 什麼時候殺了 在什麼地方殺了人 然後他隔年的對年 那一天他會去那邊拜拜燒銀子 意思是說 比較不會來討厭了 夏小平不會嚴的告訴專案小組 他確實曾經看過這些被害人的冤魂要來鎖命 問他怕不怕 他這樣回答專案小組 他不是不怕鬼 他說鬼怕壞人 我記憶了 他跟我講離境隊有跟他鎖命過 但是他就把他罵戰之間罵罵走 你殺了那麼多人 那些冤魂不會跟你罵 他說會有 說不怕 他不怕他 沒有 我罵他罵一罵就跑掉了 夏小平說鬼也怕壞人 只要他夠壞夠兇 冤魂就不敢上門了 這樣的態度讓偵辦的圓景也搖頭 他晚上睡得好嗎 他犯那麼多案子 他也無所謂了 但是攤開他們的犯案記錄 其中王世德跟廖啟棠的命案 專案小組越看越覺得怪 按照夏小平他們的習慣 訪到人之後 一定會打電話要贖金 看看張小弟跟張小妹的案件 一開口至少都是好幾百萬元 唯獨這兩件 只有盜領金融卡拿了幾萬元 他們怎麼可能會滿足 再追問下去才發現 原來兩件假車禍 魯山案件的背後 為的是一起計畫已久的議員 綁架案 夏小平這個強盜集團 已經是殺紅而言了 他們想錢想瘋了 與其到處去綁人 還不一定拿得到署款 都不如鎖定一個大的目標 就幹一票大的 而是誰被他們鎖定的呢 一九八零九零年代 高雄在地三大家族 成家王家朱家鎮商勢力雄厚 是地方勢力的三大霸主 其中新興崛起的朱家 更是前監委 朱安雄 前立委 吳德美夫妻兩一手打造 朱安雄夫妻兩 以零售建築業白手起家 之後投入鋼鐵證券業 建立了安峰鋼鐵 鎮鎮鎮鎮 等企業集團 再加上吳德美是立委 朱安雄是監委 兩個人因為手腕好 政商關係好 在高雄可以說是 破罪會堅當 由於朱安雄吳德美夫妻倆的名聲大 想要大落一筆的夏小平等人 立刻就將歪腦筋 動到了這一對政壇 福祉黨的頭上 就曹崑山提供他一些資訊 曹崑山是南部人 他認為這個是豐安企業 是很有錢的一個企業 因為那時候他們在高雄那個地方 他們做明袋 然後辦報紙 真是如日中天 他們就認為說 只要去抓了他們 綁了他們之後 把他們給殺了 勒訴一億元 一億元在當時民國八十年 但是非常大的一個錢 所以他們認為說 只要去做這件案子 他們就不用再搞這些小的把戲 不用再一個一個一個去綁 他們覺得太累了 他們的計畫是 朱安雄 吳德美 還有他們的大兒子 都是目標 他們擬定了綁架的分工時間 工具還有勒索金額 做了萬全的準備 但是南下高雄要有車 車打哪來 於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二號 他們在台中市公園路 挑上了建築工地主任 王勒德 綁王勒德 是最主要那時候 王勒德是開歐地的車子 比較好的好車 他們重點是要找一下 還好車 然後南下高雄 他從後面追撞 製造假車禍 一下就把王勒德給控制住了 夏小平等人 倒點了兩萬六千元 殺了王勒德 並且將他埋師彰化公墓後 便開著王勒德的車南下 到吳德美的住家附近等候 但是去那邊埋伏了兩天 都沒有看他們的出入 也怕被人家發現 換車子的目的就是 怕這個王勒德車子 已經被警方鎖定 這一群人待了兩天 沒看到吳德美跟朱安雄 害怕自己的行蹤 會因此曝光 他們離開了 那你想一般人會怎麼想 就放棄這個計畫 但是他們的內心 其實非常的邪惡 他們又開了這台奧地 跑去殺了另外一個人 然後把那個人的車子 國產車給搶來了 1993年1月18號 就在殺害王勒德的六天後 他們在高雄的街頭 又挑爽了廖啟棠 犯浪後開著廖啟棠的車 再回到武德美家門口 繼續守 只要這個時候 這兩個人有出來 就是綁 綁了之後 其實他們那時候後來坦承 我綁了之後我就是殺 殺了之後再回頭去要這個贖金 他們的做完模式就是這樣 就是先撕票然後再邀請 你說你已經看到我了 如果我被抓到 再經過你們指認 那我一樣 對 死路一條沒錯 最後他們就是沒有遇到 武德美跟朱安雄 他們又自己害怕說 已經前面兩天嘛 那廖的車他們也是 搶來之後也是等了兩天 他們怕說因此行蹤敗漏 所以他又放棄了這計畫 又給跑了 所以武德美跟朱安雄 才因此逃過一劫 擔心一台外地車 可能會引起鄰居起義要報警 兩天後 他們放棄了這個擄人計畫 專案小組這也才發現 看似不相關的兩起假車禍結殺案 竟然只是夏小平集團策劃 武德美綁架案中的其中一個環節 為了搶車逮捕 就要了兩條命 但夏小平集團的冷血程度 還不只如此 這在臺中警方偵辦王室的命案 取得了吳向偉提款影像的同時 夏小平等人擔心警方 會循著這個影像找上門 計畫要殺人滅口 他們就想說 如果他吳向偉被抓到的話 會不會全盤都拖出來 所以那時候好像曹崑山有提議說 要先把他做掉 做掉之後把他埋起來 就沒有人可以指證他們四個了 縱使吳向偉跟夏小平的關係再好 他也不想因此被逮 某一天夏小平問了吳向偉 什麼樣的死法最痛快 這一問嚇壞了吳向偉 他立刻表示 絕對不會讓自己落網 縱使真的落網 也會一肩扛下不會連累他們 這也就是為什麼 一開始警方述問吳向偉時 他抵死不說 因為他如果說得太多 小命肯定不保 把吳向偉滅口了 對 可能雖然還不見得這個案子順利的偵破 算是老天有眼 雖然媽媽也有幫 除非他沒有去幹 反正走過就必須留下痕跡 他還跟我們講說如果有機會 所以吳向偉如果一天你找他出來 在我旁邊他要接不死 我還記得他有跟我講這句話 他就是因為他被抓的嘛 他最害怕就是他害怕 不然他一個強盜案而已 怎麼後來這麼多殺人 專案小組說其實從吳向偉落網後 夏曉平自己心裡也清楚 他被逮也是早晚的事情 他的心裡已經有了其他盤算 夏曉平叫曉根山說 我拿槍給你 你把我避掉之後 然後我來詐領這個保險金 然後給我的媽媽跟我弟弟 這樣 但是曉根山不敢 他說不敢之後 那乾脆我自己自盡 然後槍你再拿走 然後我就是被槍打死 也可以領這一筆錢 因為他知道他命可能保不住了 我如果... 我如果死心是我可以領 如果保養五千領一筆大條錢 就起碼有這一筆照 可以給我媽媽弟弟繼續生活 要照顧媽媽要照顧弟弟 他就不要去做那些壞事情就好了 可是他賺不到錢 問題他去賭博 錢輸了 所以他就沒有錢 讓我給他媽媽用 夏小平的滅口炸飽計畫 都還來不及執行就被逮了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號 台中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包括了夏小平在內的四個人 通通被判處死刑 但就在判處死刑後 夏小平突然開口了 他說除了目前招供的案件之外 只要這段小組願意再給他一百二十萬元 當作安家費 他可以說出玄而未解的龍井四死滅門血案的兇手是誰 好 夏小平是在拖延死刑的執行時間嗎 不過就算他真的還有其他的案子要交代 但是這種條件交換說 檢警怎麼可能答應他呢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號 在台中縣龍井鄉的工業路上 這戶民宅遭人闖入 歹徒手持劍刀 狠心殺害了屋主的太太及三名子女 屋主因為不在家逃獲了一劫 積極滅門的殘忍手法震驚社會 當時台中警方窮盡所有的偵查手段 案件卻遲遲沒有進展 但是就在夏小平落網後 他就想語出驚人地告訴專業小組 他知道這起滅門血案的凶手是誰 只要專業小組給他一百二十萬元 他願意說 因為他跟我們講說 他媽媽那個三樓替擋的老婆 公共看可以安阿都安 他說大概一百一百二十萬 如果可以的話 他就要講更多的 我們想一想 你已經殺了那麼多人 我們再去找一百二萬 讓你安家 那也不對啊 你有做你就講 沒有做你就不用講 龍井滅門血案 他這個進去也是殺豬刀 也是捆綁 那一次是殺了四個人全家都殺死 那我們就講說這個犯罪手法跟你的差不多犯罪模式都一樣 他說我也沒有殺到這條 不然如果百二萬 有一個安家費他就怎樣怎樣 想說跟魔鬼交易 這樣也不好 龍井的滅門血案到底跟夏小平有沒有關聯 因為警方拒絕了這個一百二十萬元的交易 無法印證夏小平所說的是真還是假 其實當時在中部地區有許多漩渦未破的案件 手法都跟夏小平集團很相似 是不是他們幹的 夏小平說辭反反覆覆 夏小平曾經說過 1992年的10月7號 就在犯下張小弟跟張小妹這兩起綁架撕票案後 他在台中大坑也綁走了一名11歲的黃小弟 他們趁著黃小弟放學回家的路上把人掳走了 勒數一億元 最後氣勢在芬園公墓 芬園公墓那一件 他講的他殺了一個十歲的小男孩 埋在那邊 然後那時候我一個小隊長叫賴志明 帶我們去那邊要收山 結果因為草太多了 我們就放山要把那個雜草燒掉 再來找比較好找 結果我們的偵辦人員被那個火給燒傷了 這是一個插曲 但是到後面這一個屍體是沒有找到的 找不到這個小孩的 有可能是這個墓地已經混久了 可能是 有可能是被埋葬在這邊 或可能是已經被牽走了 所以已經找不到這個小孩子也有可能 找不到屍體 夏小平又說得語言不詳 再加上事後夏小平翻供了 他說黃小弟的案子不是他幹的 還有同業李金瑞的命案 跟另外兩件沒有找到屍體的案件 通通不是他 也就是說沒有找到屍體的 他通通不認了 後面這兩件他提供的那到底真的還是假 當作我們就這樣跟他溝通他自己供訴的 他後來要翻供 好像這個案子好像沒有判 但是李金瑞確實是死掉 他沒有講過 其實我們根本都不知道李金瑞這個案子 我們不知道 他在南投 夏小平的說詞真真假假 但專案小組比對綁走黃小弟 歹徒的手法 確實跟夏小平集團有很多相似之處 黃小弟的爸爸是台商 當時黃爸爸將歹徒打電話來的聲音 怒了下來 從電話裡可以聽見 歹徒一再變換取款地點 這樣的手法跟夏小平的犯難手法如出一策 不僅如此 檢警還發現 歹徒用來取熟金的字條 上頭寫的字體 跟之前夏小平 魯仁勒鼠用的字條字體寫法非常相似 我沒有印象 黃小弟的失蹤案 勸了家屬心頭的一個遺憾 事隔幾年後 黃爸爸還特地寫信給當年的 省警政廳長王一菲 希望案件能夠重啟調查 黃爸爸說 失去孩子的痛 日日夜夜都折磨著他們 不養了十幾年的小孩子 今天生死不明 最壞的打算是說 他連死在哪一個地方 或是說他的 他到底是怎麼樣死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這是我心裡上很不甘願的 對傳凱的 是不是仍然存在這個世界上 以科學以及理性的 的這個想法 我們不敢抱著太大的希望 小孩如果奇蹟仍然在 不管國內國外 有一天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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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回來 那又誰天誰地 那我們如果已經不在 至少希望能夠找到 那個骨頭 這個骨要出土 讓我們做父母親的 盡點人事 在這裡迷信一點講 就是說如果小孩子不幸死在外面 也不要讓他變成孤魂瘋瘋 那麼如果想到這一點的話 我們當孤魯親的人心很痛 無奈事證不足 黃孝敵的案子縱使檢警 試圖重啟調查 卻積不起任何一點涟漪 那時候真的好多這種案子 但是講真的 他們漏網之後 就沒有在這個案子發生 漏網後的夏小平 依舊囂張狂妄 專案小組說 每次夏小平到地檢署開庭 若是罰警 不順他的意義 他就會大發雷聽 結果那個兩戶我也覺得不太妥當 所以就利用他們建議 用那個 直接用丁的 毛丁那種 繳料就很 或者就直接把他帶出來 不管他什麼時候會發手 他不曉得 罵罰警 因為起初大家不知道 後來罰警都知道 這個夏小平特別兇犯 但夏小平的狂妄 還不只如此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號 台中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包括了夏小平在內等四個人 統統被判處死刑 卻沒想到到庭聽判的夏小平 一聽到法官要判他死刑 竟然情緒失控 那邊是宣判庭 還聽到死刑 他竟然把麥克風要衝上去 要揍法官 這是一個非常難以想像的 因為你走到要末路了 你還這麼 這麼樣的兇殘 你說你有沒有回憶 死刑的判決 儘管早就是預期的結果 但是對夏小平來說 他怎麼會甘願 這次之後 每次員警要帶著夏小平出庭 總是戰戰兢兢 因為你不曉得他何時會逃 在高等法院 台中高院 開庭的時候出來 四樓開庭 到了二樓就跳樓下去了 整個人都跳下來 他一個歪滅啊 那個腳樓我記得他滾開啊 那腳靠住了 踹開了就跳下去 那怎麼力量那麼大 那是要把... 那法警都... 雖少數又抓回來 從那一次我們就 在府去接跟他接 嚇死我了 誰敢去接他出來 你會亡命之徒啊 你會拚他去算盤 當然我們也是怕他跑掉 跑掉他不去坐牢 變了我們要去坐牢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六號 最高法院 針對夏小平等四個人的 強盜殺人案判刑確定 夏小平 吳相偉 各被判處了兩個死刑 吳明吉 曹崑山 則各被判處一個死刑 直到判刑確定 在看守所倒數人生的那一刻 夏小平等人 才終於有所悔悟 接下來就是要引向死亡 你說多凶多惡的 你在面對死亡 引向死亡的過程 其實你的壓力都非常的大 那時候御方有把他找 校尾師去跟他談 慢慢的也把他的暴力之氣 給放下來一點 那時候他還有寫信 給當時法務部長馬英九 其實信中的內容就是懺悔 他希望說社會大眾 可以以他為借鏡 做壞事 怕壞路 最後就是死 而夏小平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因此絕地棄絕 藉此彌補自己犯下的大錯 1994年6月29號 就在判刑確定後的不到半個月 夏小平等四個人 在台中監獄刑場 槍決伏法 只是槍決前 這一群人才大徹大悟 但踏錯步的人生 沾染鮮血的雙手 已經無法挽回重新再來 最終夏小平強盜集團的人生末路 只能用生命來贖罪 了結他們罪孽的一生 在四個人之中 也不屬於 次針有性格 廟 感谢观看